两孩子把母亲按在水里 无论她怎么挣扎也不放手 不一会水下就开始直冒气泡 母亲感到强烈的窒息 渐渐停止了呼吸 然而孩子们却不是在谋杀她 而是在拯救母亲 三天前因为太阳药般活动 全球同时停电 所有的电子设备瞬间失灵 专家也恢复不了 与此同时全世界的人类开始失眠 不管怎样都睡不着 即使吃了安眠药也不管用 就算注射麻药也不能使人睡去 唯一的利好是 沉睡多年的植物人醒过来了 但马上也要忍受失眠的折磨 女人名叫吉尔 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单纯以为自己只是一时失眠 本来打算去药店买安眠药 结果早已被人买光 于是直接找黄牛买了安眠药 一付钱才知道药价已经飙升到其高 吉尔找到医生朋友想要弄清原因 朋友一脸严肃地告诉她 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失眠了 不止她一个 但吉尔觉得奇怪 因为昨晚女儿明明睡得很香 朋友听了也感到惊讶 因为这是她第二次碰到不失眠的人 之前只有一个老太婆没有失眠 现在正准备成立实验室研究她呢 所以朋友劝吉尔把女儿送到实验室 这样科学家才能尽快找到解决办法 吉尔顿感不妙 立马骑车赶回家 但女儿已经不见了 儿子告诉她 妹妹和奶奶一起去了教堂 外面的马路上驶过军队 吉尔和儿子赶紧收拾东西走人 但他赶紧自己脑子不太好使了 记忆里也出现问题 有医疗经验的吉尔知道 人一旦持续失眠两天 就会逐渐丢失思考的能力 就在两人刚要出门时 朋友赶过来 再次提议把吉尔女儿送进实验室 吉尔才不想怎么做 和儿子静止走出去了 街上一片混乱 人们因为失眠开始打砸药店 抢安眠药 试图维持治安的警察 也被残忍杀害 两人好不容易赶到教堂 女儿正站在台上 因为人们想把她献祭 希望神迹显灵解决 他们的失眠问题 朋友也追到这里 第三次劝导吉尔把女儿送走 结果被后面的保安一枪爆头 趁着混乱吉尔带着两个孩子逃出教堂 决定去找实验室的人求救 人类如果一直失眠会发生什么 经过实验得知 48小时开始失去正常的思考力 72小时后会出现幻觉 从而失去自主行动的能力 如果一直持续到96小时 全身器官会开始衰竭 直至停止心跳 现在是吉尔失眠的第56个小时 她只能强撑着一直开车 同时和儿子说话保持清醒 路上全是被毁坏的车辆 还有很多躺在地上的尸体 一家三口在逃亡路上 只有后座的女儿睡得很香 途中他们看到人们变得像丧尸一样 浑浑噩噩行动迟缓地走在路上 三人经过一家图书馆 吉尔让儿子留在车上 自己和女儿进去找找地图 随后吉尔开始教女儿用枪 身为退伍军人的她很有危机意识 女儿因为年龄太小而感到害怕 吉尔只好先给她演示怎么开枪 谁知这时儿子走出来 质问母亲为什么朝他开枪 但吉尔明明记得儿子应该还在车上 很显然他的记忆开始混乱 吉尔想默写下电话号码 但十位数的号码他只写了九位 人类失眠的第九十六个小时 地球上的人已经死了一大半 精神失常的警察 竟把监狱里的囚犯全放了出来 吉尔一家被暴徒堵在路上 为了自保女人对敌人开了一枪 但没想到现在枪里只剩下一颗子弹了 就在吉尔一阵慌乱时 一位大胡子囚犯开着车救下了他们 这个大胡子因为常年失眠 所以已经习惯了 到现在依然清醒 半路上吉尔教女儿给汽车加油 还教她开车 她必须让女儿学会生存 他们经过一处关卡时 看到上面吊死了一些人 意识到不对劲后赶紧准备逃走 结果一群人围上来打杂 不仅敲碎了玻璃 还想把他们拽下车 危急时刻 女儿猛踩油门 车马上飙出去甩掉了那伙人 一家人终于得救 他们离实验室越来越近了 吉尔打算先下车去探探路 让两孩子先藏好 实验基地里的人精神都很好 不是因为有解药 而是因为他们都注射了兴奋剂 医生为了保持清醒 让同事给自己注射兴奋剂 但神志不清的同事 连针管内的空气都没有排进 就给医生扎了下去 结果导致医生当场毙命 吉尔这边在几天前潜入实验基地 他穿上白大褂假装医生 没有被发现是因为这里的护士长期缺脚 反应都很迟钝 吉尔找到了那位不失眠的老奶奶 但对方已经被医生们进行各种实验 现在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 这是一位女医生进来 为了不被发现 吉尔只好暂时离开 他不知道此事儿子和女儿被抓走了 为了研究出解药 他们把女孩绑在床上 用麻醉剂迷晕了他 医生让护士赶紧抽他的血做检测 失眠的第七天 护士的幻觉越来越严重 眼前全是乱飞的蚊子 他嘴里说着胡话 精神状态堪忧 一个武装分子把地上的松果 荡成手榴弹踢了出去 然后端起枪疯狂扫射 巨大的枪声引发了人们的恐慌 失去理智的人类开始互相残杀 实验基地顿时陷入混乱 有个人因为不堪失眠的痛苦 直接开枪自杀了 吉尔趁机救出了两孩子 但处于幻觉中的儿子 竟然将镊子插到电线里 他瞬间被电流击飞 晕死过去 吉尔见儿子停止了心跳 顿时慌了 机智的女儿赶紧拿来了出颤椅 但由于操作不当 母女俩也被电晕了过去 第二天女孩苏醒 看到母亲也睁着眼睛 更神奇的是 哥哥活了过来 他不仅没死 还睡了个安稳觉 吉尔依然失眠 但他看着女儿 突然想起全世界开始失眠的那天 女儿曾掉进过水里 失去呼吸一分钟 被救过来之后 就能正常睡眠 现在儿子又是这样 吉尔终于明白解决失眠的办法 于是两孩子把他带到河边 将他按进水里 待没有呼吸后 再拉上来做心肺复苏 几分钟后 喘息声从吉尔身上传来 影片也就到此结束了 电影名叫《无眠觉醒》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拥有好睡眠 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 希望大家也能珍惜 睡眠时间好好休息哦